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名字能登上人才榜文 蚂蚁神像 中记载 转于文亲学堂权 富贵当时正少年 一举手登龙虎榜 踏龙坐马玉为边 说的就是拥有转于文的人 会享受荣华富贵 老祖宗为什么这么说呢 在古代等级制度森严 人与人尊备有别 贵贱有序 统治阶层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 用迷信思想来安抚被压迫阶层 让他们安于现状 听天由命 掌上悬于文 龙虎榜上人的俗语 便是统治阶层宣传的一种迷信说法 古人文化水平有限 很容易受到这些迷信思想蛊惑 从而安于现状 甘心受统治阶级压迫 还有一种说法就是 古人通过对少数拥有悬于文的人进行观察 从而得出了不准确的信息 而这些虚假信息 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 得到了极大的认同和传播 像这种带有迷信思想的俗语 不在少数 比如一斗穷 二斗富 三斗帮帮卖豆腐 一旋横 二旋拧 三旋打架不要命等等 这些俗语都是依据人与人之间的某一特征不同 而总结出来并没有实际的意义 老祖宗对一些片面的信息进行总结 总结出来的经验并不真实可靠 只不过古人文化水平有限 很容易受这些迷信思想所蛊惑 从而助长了这些迷信思想的传播 作为现代人 当然不会再相信这些无稽之谈 命运是靠自己努力来改变的 而不是去相信一些迷信的说法 第二 如果你身边有这四种人 赶紧断交 小心被祸害了 人际关系是我们生活中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但有时候我们身边的人可能 对我们的生活产生负面影响 在建立和维护人际关系时 警惕一些不良的朋友或同事 是非常重要的 以下是四种你应该尽早断交的人 以免被祸害 一 消极抱怨者 消极抱怨者是那些总是看到问题 而不是解决问题的人 他们抱怨生活的不公平 埋怨工作的压力 而不是积极寻找解决方案 和他们在一起会让你感到沮丧和无助 因为他们的消极情绪会传染给你 如果你身边有这样的人 赶紧断交吧 与其被拖入他们的负能量漩涡 不如寻找那些积极乐观的朋友 他们会给你更多正能量和支持 二 自私自利者 自私自利者总是以自己的利益为重 不顾及他人的感受或需要 他们可能会利用你 只在需要帮助时才会找到你 而当你需要帮助时 他们却不见踪影 与自私自利者保持距离 是明智之举 不要让这些人 占用你宝贵的时间和精力 寻找那些真正愿意 与你分享和支持的人 建立更加健康的人际关系 三 爱制造戏剧的人 有些人似乎总是陷入戏剧之中 制造无谓的争吵和纷争 他们喜欢制造紧张氛围 让人感到不安和不舒服 如果你发现有人 总是将戏剧带入你的生活 最好与他们保持距离 和平与平静的生活 远比被卷入无谓的纷争 更有价值 四 懒惰的人 懒惰的人总是拖延 不愿付出努力 去实现自己的目标 他们可能会影响你的积极性和动力 让你变得懒惰和不进去 与懒惰的人交往 可能会让你失去前进的动力 寻找那些有追求和目标的朋友 他们会激励你变得更好 在生活中 选择与谁建立关系 是非常重要的 与不良的朋友或同事保持距离 有助于保护你的精神健康和幸福感 与那些积极 支持和有共同价值观的人建立关系 将有助于你实现自己的目标和梦想 因此 如果你身边有消极抱怨者 自私自利者 爱制造戏剧的人 或懒惰的人 不要犹豫 赶紧断交 让自己远离负面影响 迈向更加积极的生活 第三 俗语 晚不梳头 早不说梦 说的是什么意思 大家知道吗 俗语 晚不梳头 早不说梦 这个古老的俗语虽然简短 但蕴含着深刻的哲理 或许你曾经听过 甚至用过这个俗语 但你是否真正理解其中的含义呢 在我们深入探讨这句俗语的内涵之前 让我们先来看看它的字面意思 一 晚不梳头 早不说梦 字面意思如何 字面上看 这句俗语分为两个部分 晚不梳头 意味着在晚上不梳理头发 早不说梦 意味着早上不会说梦话 这两个部分 似乎没有直接的联系 但为什么 它们会被组合成一个俗语 而且被广泛传送呢 二 俗语的背后 生活的智慧 这句俗语的真正含义 不在于字面解释 而在于其中蕴含的生活智慧 让我们来分析一下 晚不梳头 晚上不梳理头发 可能会导致头发纠结 打结 甚至有头皮屑 而且 如果你白天经历了各种压力和不愉快 不梳理头发 可能会导致这些不快情绪残留 因此 这部分提醒我们在一天结束时 应该做好心理和生理的清理 准备迎接新的一天 早不说梦 早上不说梦话 是因为在睡眠中 我们的大脑会处理一天中的信息和情感 如果早上说梦话 这可能意味着 我们的大脑 没有充分地处理这些信息 留下了一些不完整的情感碎片 因此 这部分提醒我们在新的一天开始时 要有一个清醒的头脑 不受前一天的负面情绪困扰 三晚不梳头 早不说梦的真正意义 现在 我们可以将这句俗语的含义总结如下 它提醒我们 在一天结束时要放下一天中的不愉快 不要让负面情绪滞留 同时 在新的一天开始时 要保持清醒 不受前一天的情感困扰 这是一种关于情感管理和精神健康的智慧 智慧的运用 这句俗语的智慧 可以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得到应用 以下是一些方法 一 晚上的自我反思 在一天结束时 花一些时间自我反思 回顾一天中发生的事情 接受负面情绪 并努力释放它们 可以通过冥想 写日记 或与亲友交流来实现 二 早上的新开始 在早上醒来时 尽量保持一颗平静的心 不要让前一天的不快情绪 干扰新的一天 可以通过早起锻炼 听音乐或静心冥想 来帮助清醒头脑 三 头发的护力 虽然字面上的碗不梳头 可能不是重点 但照顾头发 也是照顾自己的一部分 一个健康的外表 有助于增强内在的自信和幸福感 这句看似简单的俗语 实际上蕴含着深刻的人生智慧 它提醒我们 要学会释放过去的不愉快 保持一颗清醒的头脑 以更积极 更健康的方式 面对新的一天 无论你是否之前理解过这句俗语 现在你已经知道 它的真正含义了 希望它能成为 你生活中的一份职业 帮助你更好的管理情感 和精神健康 好了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